來看到賴清德的老家被踢爆 是有違建 甚至是還涉嫌逃漏稅 賴清德呢 他上週六在新北市成立競選 總部時他哽咽了 他表示啊 哎呀 礦業是暗無天日啊 我的父親就是一個礦工 因為意外而失去了性命 留下來的只有貧窮 颱風來時 屋頂還會被吹飛 這跟國民黨的廖先林 還有的這個 炎歡恆家的這個違建 是不一樣的 所以千萬別用其他人家的違建 來定位我家的情形 好啦 他說的好像很可憐 五十年前 他們家是一個老公寮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二零零三年的時候 這個違建可是擴建了 看起來兩層樓 也是一副美輪美奮的模樣 而且有人逼你違建不繳稅嗎 我們來看別人家的違建 又是如何呢 顏歡恆他們家是租用的 國有地是有付租金的 可是後來說有違建 結果他們是深夜遭到了搜索 帶回偵訊之後 夫妻倆最後是一千五百萬元交保啊 再來啦 柯文哲的老家也被發現有違建 那違建就不過就是改善 修繩了一個遮雨棚嘛 被發現抓包之後 趕快摸摸鼻子 立刻請人自己來把遮雨棚給拆了 好啦 再來這個廖先祥呢 他說愛賴清德 你不要比我更老虎啦 因為他們家也被發現 農設是違建之後 自己趕快找人先來拆啊 所以人家看到了這個被人家發現 違建的時候都是道歉家拆除嘛 那民進黨去打嚴寬恆 柯文哲老家是違建時 每個人都是認錯 拆房 舅舅賴清德家的違建是不用認錯 不用拆房 是不是這一點最不一樣呢 到底是因為賴清德是礦工之子 所以違建可以不用拆嗎 還是是因為他是民進黨的大咖 所以違建才跟別人不一樣呢 立文怎麼看 這是非常嚴重的雙重標準啊 那民進黨呢 就是喜歡用負面的選舉 每次選舉呢 事實上民進黨執政兩次 這一次執政八年 不但拿不出任何的政績 而且呢 過去所開的支票幾乎全部跳票 那再加上黑金傲慢 引來非常沸騰的民怨 所以選舉 民進黨並不是第一次要爭取執政 民進黨已經兩次加起來執政16年了 沒有任何的政績 只帶給大家挥之不去的貪污腐敗跟無能 所以呢 除了扣紅帽子之外 就是打負面選舉 先把你給鬥臭打垮 那我們看到民進黨是怎麼樣 當時是如何把言寬恒鬥臭的 違建嘛 拆啊 那為什麼還把言寬恒夫妻 深夜搜索帶回徵訊 還要求1500萬交保耶 完全不符比例原則 司法變成選舉打手 用這個東西來壓抑政敵的選情 選民也不敢投票啊 支持者不敢站出來啊 嚇都嚇死了 整個國家機器 全面的動員 全面的動員 甚至於把你抓去耶 連太太都要抓去耶 1500萬耶 如此的狠毒 那言寬恒就真的落選了啊 所以故技重施 民進黨每次選舉一定是用這樣一個負面選舉 人格把你給毀滅 鬥臭鬥垮 好啦 現在迴力標打到自己的身上 你也有違建啊 那不就應該要用同樣的標準嗎 你既然用這麼高的嚴格的標準 在檢視全台灣的每一個政治人物選舉 也可以 那你們自己呢 賴清德就講啊 不要用別人家的違建來定位我們家的情形 所以咯 沒有人可以來定位你們家的情形 只有你才可以定位你們家的情形 你比皇帝還大 這叫做民主法治自由的社會嗎 法律到了你面前就轉彎了 古時候還說天子犯罪與庶民同罪 你現在21世紀的民主時代 法律到你們家門前就要轉彎 而且我們還要可憐你對不對 我們還要同情你 他還打悲情牌還掉眼淚還枯萎 可見得這個東西是有打到他 他有受傷 當年在那個遙遠的年代 全台灣大家都在努力脫貧 礦工的確非常的辛苦 在那個時候無法遮風避雨的公寮 但是你早就脫貧啦 你不但當了國大代表 你還當了立法委員 你還當了市長 你還當了行政院長 你還當了副總統 你2003年大幅修繕的時候 你已經是立法委員啦 民進黨都執政了 所以今天你沒有辦法用相同的標準 把自己家的違建拆掉嗎 你們家只有這棟房子可以住而已嗎 沒有這棟房子你們家就露宿街頭嗎 不是嘛 你就是消貪嘛 你就是消貪嘛 然後為什麼今天你們家違建會被揪出來 就是因為你打克文哲老家 父母家的那個違建嘛 那是什麼違建 你這個是什麼違建 真的不能夠用同樣的標準來檢視你 沒有標準可以檢視你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賴清德可以不進議會啊 所以賴清德可以說 他是台獨的政治工作者 然後現在又否認台獨啊 台獨不存在啊 所以賴清德才會說 別人家的違建要拆 最無可涉 我們家的違建 就是多麼的辛苦 多麼的可憐 賺人熱淚啊 你們每個人都要投票給我啊 你就是把台灣人 全部都當瘋子還是傻子嗎 這就是最糟糕的示範 所以像這樣子的人 一旦讓他拿到的權力 你是不可能約束他 他也不可能自己約束自己 就是一個皇帝小霸王 像這麼糟糕的示範 只有用選票才有辦法 教會民進黨什麼要叫謙卑啦 不然你看蔡英文說的謙卑謙卑 再謙卑 你在看賴清德的這種傲慢 你就知道一定要用選票 教會他們什麼叫謙卑 違建到底是不是一個危機啊 其實都是要看賴清德 他處理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我們看到賴清德 他提到老家違建 是講到哽咽喔 顯然好像覺得很委屈的樣子 好 還搞出了黑箱進口雞蛋 爆出喜產地 下台的時候他也哽咽 趙天麟出軌大陸女子長達十年 結果他在一個感恩餐會上面 也哽咽還勢淚 網友就算說難道這叫做哽咽國家 對嗎 民進黨從副總統到官員到民意代表的哽咽 好像都是為了自己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全台灣有近半的年輕人 已經收入少到根本不用繳稅了 物價通膨超過薪資的成長率 老百姓日子真的過得很苦 他們有為此流過眼淚嗎 施誠哥 我這一段想用哭腔來講 不過這個哭腔感覺上太悲哀了 剛剛這個費委員講到 小時候誰不窮 我這身有所感 費委員比我大一點點 我剛剛查一下 賴清德48年次的比我大三歲 小時候我家也窮 我爸是鐵路警察 那個時候在基隆 有一棟警察宿舍 我們這個兄弟跟爸爸媽媽一起住 樓上樓下加起來十幾匹 你知道嗎 下雨天的時候 我媽媽要燒煤球 煮飯的時候要撐傘 因為那個廚房在外面 都會滴水的 誰不窮啊 誰都窮過啊 可是賴清德 對不起啊 你後來當了大官 什麼官都給你幹過了 國大代表 立法委員 這個台南市長 包括行政院長 包括副總統 現在是迷囊主席 你在白手工女化當年 哽咽幹嘛的 你哽咽什麼 哽咽什麼 你根本就是為了那棟房子而哽咽 我跟你講 真的 你們包括陳一仲也哽咽 賴清德也哽咽 甚至跟趙天麟那個摩天輪 摩天輪之愛的也哽咽 你們到底在哽咽什麼 剛剛主持人講得很好 我們年輕人才該哽咽 我們既沒有加入民進黨 也沒有加入新潮流 我們沒有選上台北市議員 我們沒有陸委會副主委好幹 我們沒有長腿辣妹 可以遇到 對不對 現在台灣的年輕人 一小時 前兩天外送平台說 他們現在最便宜的時候 如果是送餐期間 那個餐期中午或晚上 一小時45塊 非餐期 不是 一單45塊 非餐期一單37塊 37塊距離176塊的基本工資 要乘以好幾單 這就是現在的年輕人 現在的年輕人 剛那個立老師 立將軍說買房子 我們這一代 有時候還可以幫年輕人 出頭期款 現在有的 頭期款出了以後 後面年輕人 後面的分期款付不出來了 現在利息越堆越高 這就是我們現代年輕人的悲哀 年輕人才該 才該找個地方哭呢 哭都哭不出來 日子過不下去 買房子 結婚 生小孩 慢慢等吧 你們這些官 沒有做到自己該做的事情 陳吉仲 你從農委會主委開始 到農業部長 沒有一件事情做好 你好意思哭 你那個 那個誰 趙天麟 你在婚內出軌 還是出軌的大陸女子 不曉得沒有涉及國安 你還哽咽 你在哽咽 他的哽咽就說 怎麼會被發掘 怎麼現在被挖出來 這下子國立委沒得選了 他哽咽這個 我們一般民眾是哽咽 我們一般民眾是哽咽 生活過不下去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民進黨 新潮流 跟一般老百姓 那個是一個在天上 一個在地上 我們才該哽咽 我們一般老百姓 真的哭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太苦了 老百姓太窮了 買個蛋 不但貴 還怕買到進口蛋 日子過不下去 每天物價都在漲 然後我們這個政府 不知民間疾苦 因為你們 拿著我們民眾的納稅錢 然後過著好日子 我們一般老百姓 苦得要死 我們才該哽咽 幸好